今年的8月就是香港商業電台 創立了65週年 每一年香港商台的台慶 都有些聚餐的活動 每一年都聘請我 但是今年和去年我都去不了 他就叫我做一晚台慶的節目 對於商業電台來說 我真是想不到一個淵源 我從小都是在彼鬥裡面去偷聽商業電台的廣播劇 在裡面就學了很多中西的文學那個經典 可以說有一點點part time的education 都是商業電台 在早年六七十年代 是你我做監製的時候是給我的 至於我怎麼進入商台